環南時候是台灣公共藝術史上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透過市府跨局處合作 讓公共藝術作品以電影形式呈現 劇中四人解敗為環南四少 但殊不知其中的第四少卻來自31年後的未來 用穿越的方式將市場每個多元又感人的故事連結起來 攀商也變成電影裡頭的演員凸顯在地特色 一個市場竟然到最後能夠把一個歷史變成一部電影 那說實在的這個過程一定是很複雜的 如果沒有會長的多幫忙的話 我相信這個中間有很多環節是很難跨過來的 非常難跨過來的 當然也要謝謝我們的在我們現場胡超勝先生 各位可能對他沒有那麼熟悉 但他在藝術界是赫赫有名的 他在不管是在策展 還是在各種的創意的意見上都給我們文化局 也給台灣的藝術界很多的幫助 那他能夠有他在 我完全不意外 為什麼到最後整個環南市場的公共藝術會變成一部電影 有他在我完全不意外 因為他的想法應該絕對足以支撐這一個創意 現在他們是在電影裡在這邊是當演員的身分 待會兒一出去以後 我已經以為明天早上就開始在市場 又在砰砰砰砰砰砰砰跑起來了 給各位一個掌聲吧 太了不起了 我只是比較擔心 在未來各位在一邊做生意的時候 一邊還有簽名 會不會很麻煩 一邊簽名還有一邊不好意思拍誰拍誰 然後再簽個名 但是不管怎麼說 我這樣子開場是意味著這是一個創舉 那我要跟幾位年輕人演員說 真的 演員的生涯各位一定可以走很久 而且將來有機會 各位的行動這麼好也這麼會演戲 一定會有很多機會得很多大獎 但這部戲一定是你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不知不覺中在寫歷史 我從來沒有想過說公共藝術把它拍成一部電影 我一直以為公共藝術就是在 在現地可能有一些硬體啦 有一些類似這樣的東西 我從來沒有想像過說 我有一天會來這邊 要看一部電影 那個電影的名稱叫《環南時刻》 所以這個是頭一個很感動的地方 他是空前的 第一步將過往我們對於公共藝術的認知 不外乎就是雕塑 不外乎就是石頭 不外乎就是銅雕 等等之類的我們可以想像 那這是第一次我們用影像 我們用電影的方式 來把環南市場 也就是這個設置 應該要設置藝術品的地方 的這個作品 轉換成為一個影像 敘事的方式 來呈現在大眾面前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難得的 的一個經驗 所以我作為這個其中的知性小組 我們非常的榮幸 李鼎導演能將環南市場 跟他的前世今生 結合他在劇情上面的編導 再加上這個裡面的愛情故事 場域精神跟創意 再在的都從影像裡面 我們看到了台灣在過去30年來 這個萬華地區的這個宮廟文化 台灣在這個愛情 在感情上面的這種人權上面的推動 以及創造力的表現 電影環南時候特音會上 導演李鼎及演員接出席 分享拍片小故事及心情 其實你們知道 我就是最怕跟林東碰面的人 我記得我跟他碰面的時候 說的第一句話就是 我知道你們 林東你好 我知道你最討厭長頭髮的男生了 希望我今天是你第一個例外 那我就因為了這句話 贏得林東先生對我的熱烈的擁抱 然後呢 他完全的支持我們 給他一點掌聲 所以我要在這邊跟大家說一下 林東先生並沒有對長頭髮的人 特別有那個意見 所以說絕對不是因為有長頭髮 那為什麼一定要拜訪他呢 其實大家看這個環南時候 剛剛這個預告片 跟各位講這部片 真的超級難拍 因為環南市場有一千多個攤商 一千多個攤商 如果你只拍林東先生的話 另外一個沒有選上自製會會長的人 會跟我們臭幹掉 然後呢我們就有一天 就跑到那個豬肉攤商去問說 你覺得我們是拍紀錄片好 還是拍劇情片好 還是什麼好 說你不要給我拍什麼紀錄片 你也不要給我拍劇情片 不要給我拍那個什麼 你最好是拍電影 我說拍電影 拍電影是就要拍像蒙甲亮 確定不要 我們環南市場 絕對不可以再拍有幫派的東西了 喔 因為環南市場最不可以有就是幫派 可是幫派最有錢嘛 然後他就告訴我 我告訴你 我看你這樣 你去拍同性戀好不好 拍同性戀一定會有人看 好 我其實那一刻的時候 其實 攤商很愛開玩笑 就是開玩笑 就像剛剛預告片看到的 那個洗豬腸的那個 你知道是誰 他就跟我說 我們最厲害不是洗豬腸 我們是洗澡 我們環南人洗澡最乾淨 就從他這句話開始之後 我們就收集了所有的故事 其實我們那時候有 也有跟導演討論幾個 就是自己想像中可能老了之後 原本導演也有問我要不要直接演到 像余萍一樣 不要說老了之後 跨度這麼大的 過幾年之後 這才幾歲耶 這跟導演一樣年齡你就說老 對不用說老了之後 說過幾年之後 就是大概明年的時候 我明年的時候 我想像中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那時候 我們有去做很多造型的測試 然後發現其實我跟三成玉老師 在綁起頭巾的時候 好像真的長滿像的 對 所以就覺得這個滿好的 就我明年大概就是那樣 綁頭巾之後 明年就是那樣 在同性上 可能還是需要 有一點點壓抑 或是有一些東西 沒有辦法那麼好的 坦白地講 尤其是跟親情之間 也有很多的疙瘩 然後我覺得我跟 初公圈一起合作的時候 最開心的真的就是 跟他一起上了很多的課程 然後學了很多很多 例如說畫臉 或者是我們一起去打橄欖球 就是我們進行了很多默契的培養 所以我覺得他剛剛才會這樣說 就是波瑋來幫我講這件事情 但畫臉那件事情印象真的很深刻 尤其是我們有為了那天要畫臉 然後我們還吃素這樣 對 算是對這個信仰的一個尊重 那我其實非常喜歡 就是余康銘從18歲 跨度了這麼多的時間 來到了49歲 因為我覺得余康銘 可能就算是一個 環南市場的地府嶺吧 就是他一直以來都在這個地方 感覺好像 不管他的身體還是他的心靈 都被真空在這個 台北市最重要的市場裡頭 然後所以我覺得 不管是由於外還是於內 對我來說 是年齡的凍結 也是就是我把這個角色 整個人都留在這個地方的感覺 然後非常謝謝 可以跟著這個團隊一起 拍攝這麼棒的電影 然後把大家最棒的時候 都留在環南時候 環南時候 藉由電影這個拍攝行為 使公共藝術不再局限於 實體空間作品設置與藝術計畫 進而在影視鷹的創作過程中 藉由拍攝與在地居民及攤商互動 使公共產生行為 電影不負眾望 日前已受2023高雄電影節邀約 單美主義開幕片 售票一推出便開出紅攀 未來期盼加深與影視產業合作 推向更多影展與商業放映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 請問郡台北報導 請問郡台北報導 請郡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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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郡台北報導